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想深学的话 你知道看什么最好吗 COS的官方网站 讲得特别全面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对 就它 它这个版本虽然比较老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参考的 你比如说咱们其实学COS学了哪一部分 对 就学了个起步 就学了个起步其实 但是它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COS还有存储和持久化 这个今天我们能接触到 然后还有监定器 这个其实我们讲了是吧 然后还有其实它还可以放插件 然后另外呢还可以远程调用对吧 然后呢还可以集群啊 然后呢 COOL BOOK就是一些常见的项目当中常见的功能 然后核外不怎么应用 然后工作流中使用COS 那这就是工作流了 那个咱们好像还设计不到啊 如果你以后设计到一些 做一些工作流项目的话 比如说 Workflow啊 还有Workflow现在用的很少了 是吧 等等啊 你就可以用这个COS 你看怎么把它集成进来 这个你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这先不用看 然后还有一些配置参考啊 这是它基于COS的比较老的版本的 这么一个参考文档 但这个文档其实写的挺全的 然后如果要是COS 咱们现在用的版本COS2的话 其实像这种文档的话还不太有 所以你只能看它的那个官方 知道吧 就是官方会把这方方面面说得很清楚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不看代码 但是你可以看什么呀 因为它每一个章节的第一部分 其实都讲了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那个 集群这块 它就先讲COS集群是什么 然后COS集群意味着什么 然后COS集群的好处是什么 然后又讲了一下什么叫高可用 然后又讲了一下可用性是咋回事 什么99%的情况 99.999%的情况 对吧 它分析了一下这些可用性 然后伸缩性负载均衡 我建议大家去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你查预访后的时候你去看一看 这个就是你以后面试的时候 你能跟人家白乎白乎 就这点 比如说全都是实际企业当中 会遇到的一些名词什么的 是吧 什么叫做 就是这个什么四个九的级别 对吧 四个九的级别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可用 就是每年的当机 当五分钟 就是99.999%的高可用 而我每年要是当了87.6小时 其实这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还99% 那要咱们说99%的高可用 感觉好像已经很高可用了 是吧 但是实际上它其实都当了87.6个小时了 明白吧 你要是只当了五分钟的话 那这就是相当高可用了 知道吧 就达到一个 就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了 就是每 每 它又在 对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就自己看一下吧 那更多的概念性的东西 大家自己看 所以说它每一部分 其实都会对 这个尤其是集群这块 我那天看了 还讲的还挺好的 前面这一块 就这概念啊什么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文档给你了 虽然版本比较老 但是我觉得参考价值 其实还是挺大的 这个啊 先给你们放共享里 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整合一下这个DOS到我们的这个Spring当中 那所以啊 第一步 肯定是要弄炸包了 是吧 你看咱们当时写入门的时候 第一步是不是引炸包啊 那这回我们第一步也是引炸包啊 那引啥炸包呢 就是引cost的炸包 然后还引一个叫 我看一下啊 我直接把我这代码打开 这也有两个炸包啊 引一个叫做 搜一下 引一个cost的炸包 然后cost的炸包 它内部集成了一个 什么C3P0啊 默认请问一下咱们都把他的这个C3P0 就直接给他那个exclusions是什么意思 就不用他的C3P0的连接池 因为我们内部是不是有一个阿里的那个德鲁伊的连接池啊 回头我们要配到我们的那个datasource上 然后我们那个datasource要用我们那个德鲁伊的连接池 所以说这个就是又是Mavin的一个概念 叫做排除依赖 或者是依赖排除 之前我们学过什么依赖传递吧 对吧 就是上一你你依赖的那个炸包 他依赖了 比如说你依赖B B依赖A 那么你你就直接能把 你把B引进来之后 你就顺便把A就引进来了 这个叫依赖的传递 明白吧 然后接下来如果B依赖了A 但是你依赖了B 你不想依赖A 那你就得在这个地方依赖的时候 配一个exclusions 把这个依赖排除掉 这个叫依赖的排除 明白这意思吧 这个也是Mavin的一个概念 好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引进来 引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我先把这个写一下 在哪块 整合任务是吧 然后这块新建一个笔记 叫02 整合Cos Q U A R T 诶 咋写来了 Z 是吧 第一步 引入 炸 好了 PoM PoM的话 首先我们要引的是这么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 然后 它的这个 Cos version 我们把它拿过来 一会儿我先把它粘到笔记里 一会儿我从笔记里直接往代码里粘了就好 然后这个是Cos version 然后另外呢 你要让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还要引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叫这个 它是Spring的 这个啊 叫Context Support 叫上下文什么支持 这个东西一会儿咱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要用到它 所以得把它引进来 就是可以在上下文环境当中获取一些对象啊什么的 这么一个支持的这么一个工具包 所以咱们要引这两个包 明白吧 这是第一个步骤 所以说你看一下咱们当时入门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是不是也是引包啊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创建配置文件 当时咱们入门的时候创建了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配了一些东西 那现在你想象一下 那我们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你也可以创建那个Course.Properties的配置文件 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呀 可以把这个配置创建在哪啊 创建在我们的Spring当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配置可以依赖于Spring吧 所以这是第二个创建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这配置文件因为要依赖于Spring呢 所以是Application 然后Count Text Course 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因为这个配置文件 因为这个配置挺多的 我估计我这手速的话写到下课的 所以我就粘过来了 在这呢 我直接把它粘到咱们的项目当中 这呢是吧 粘到那个Resource下面啊 这样 然后你你已经把它粘进来了 你就得把炸包烤进来了 否则的话要不里面有一些东西该包使了 是吧 所以先把炸包弄进来 炸包的话 往我们项目里烤就行了 所以 在POM里面对吧 然后先在这考一个Course的版本 然后再在下面考一个Spring Contest Support 找到Spring的阵营 这对全Spring 其实我原来是不是弄过呀 把它放开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再考一个那个Course在下面 考到最下面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它把炸包加载进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这配置文件呢 它实际上整个配置就配置了一个病 看见了吧 这个病就叫Schedule Schedule是什么东西 这是啥东西来着 对就是 一个什么管理器似的那么一个东西是吧 就是调度程序是吧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就是原来写的那个Course 咱们看啊 首先第一步咱们是不是创建了一个任务类呀 记得吧 然后这个任务类是不是最终是被调度 调度起来的呀 就是这个Schedule 所以咱们配的就是它明白吧 所以你简单的回忆一下啊 我们其实是当时是创建了两个类 第一个类是什么呢 是一个任务类叫做Hello Job 然后在这个任务类里面呢 我们实现了一个Job接口 还记得吧 然后在这个Job接口里面有个SQ的方法 然后这个SQ的方法里面呢 我们打印了一句话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这个就是那个测试用力 测试用力的完整代码在这呢 这是那个当时那个完整代码 然后在测试用力里面 首先我们是不是先创建这个Hello Job呀 用什么呀 用这个Job Builder去创建这个Hello Job 然后创建了一个Job Detail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创建了一个Trigger 叫处发器是不是 处发器的话 现在我们用的模式比较多的是下面这种 就是直接用这个Chrome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式的形式 所以呢 创建了一个处发器 然后给这个处发器起了一个名字 对吧 在这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又创建了一个调度器呀 然后这个调度器的话 它是不是先Start 先开始 然后再干嘛 再调用这个Shedule Job 然后把这个Job对象和处发器对象 都给它放到它的这个Shedule Job方法里面 然后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呀 就是开始运行我们的Job 然后以这个处发器为时间节点来运行我们的Job 是不是啊 处发器怎么配的 这个Job就怎么运行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整个它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运行Job的这么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叫做Shedule啊 那我们的这个Spring配置文件当中实际上配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Shedule 明白吧 那么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第一个节点 就是配置了我们的数据源 那这个数据源就是引用了什么呀 我们在道层配置的这个数据源 然后这个数据源就是这个德路1的数据源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C3P0的就给它排除掉了嘛 明白吧 好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配了一些Course的基本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在这地方我们给我们的这个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MyShedule 那原来我们的笔记当中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Shedule嘛 我们最开始不是有一个NI的配置文件吗 没写在这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原来的那个 原来那个Course 我们这不有个NI的配置文件吗 NI的配置文件这里面 其实我们也给我们的Course起了一个名字 是不是叫MyShedule 叫InstanceName嘛 然后还配了一个什么现成的数量 还配了一个什么它存储方式什么的 然后就先不用管它 这个存储方式是什么 RAM就叫什么存在内存当中了是吧 对 然后你看今天我们这个配的 除了配了一个这个之外 还配了一个InstanceID InstanceID我们让它自动生成了 自动生成 然后接下来还配了一个现成池 就是说未来我们可能会用一个现成池 来创建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那个那个执行我们的任务 因为未来我们的任务可能会有很多嘛 很多的话我们可能要用多现成来做 用多现成来做 那我们最好是用现成池 现成池这个概念大家理解吧 就是对 那个我们做那个 那个JDBC的时候 有那个数据源 有池子是不是啊 那现成其实也有池子 因为我们每一次在创建现成的时候 实际上现成的创建 和销毁的过程是比较耗费资源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这个现成 执行完这个任务之后呢 我就不想把这个现成销毁 因为我在执行其他的任务的时候 我再创建一个现成 我再为这个现成分配内存空间 可能更浪费资源了 那我就不把这个现成销毁掉 我把这个现成放回什么呀 放回我的现成池当中 和咱们数据库连接池的概念是一样的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地方他配了一个现成池啊 然后这个 这个这是现成池的一些配置 这个你就读去吧 应该能看到这现成池默认的数量是吧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配置 那原来我们配的配到哪了 原来配到内存当中了 是吧 这个demo 就是这个任务嘛 一起动 就在内存当中弄一个任务 是吧 然后你看这回我们这个配到哪了 是不是配到GDPC当中了 我们想把整个的这个任务的管理 让数据库来管理 明白吧 这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些表的作用 所有QRTZ开头的这些表的作用 就是让数据库来管理我们的任务 调度 明白吧 而这些表是哪来的呢 肯定不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因为你看 它每一个表啊 之间的关联关系都 要紧密的 然后你其实 不认情况下 你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 你也不用先去研究 哪个表和哪个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哪个表和哪个表 它们都分别负责什么任务 其实你不用研究的 你什么时候去研究啊 等你把所有的任务调度的 什么启动停止的功能 全都弄明白 弄做完了之后 这些表之间的关联关系 和每个表负责什么 你自然就明白了 那这个表是怎么创建的呢 这个表呢 我们在就是这个 拿到COS之后 看一下这个COS啊 当时我们是不是用COS的时候 下载了这么一个COS的 这个分发包啊 对吧 然后在这个分发包当中 之前我们只是用它 得到一些炸包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表当中呢 有一个Docs啊 Docs这个文件夹里面 有个DBTables 看见了吧 DBTables里面有针对 所有数据库的 这样的一个初始化脚本 基本上市面上 所有的数据库 它都有 DB2啊 什么H2啊 什么Fairboard 就是你听过Derby啊 什么Oracle啊 Postgres啊 CircleServer啊 Cibase啊 这些数据库啊 基本上市面上 所有数据库它都有 都针对这些所有的数据库 各做了一份数据库的 一个初始化的脚本 那么买Circle的话 我们用哪个呢 用这个 用InnoDB啊 然后你把这个脚本 给它执行一下 在咱们的数据库当中 就会生成什么呀 咱们这11张表 明白吧 所以说咱们这11张表 1234567891011啊 就是这个脚本生成的 1234567891011 明白吧 所以说如果你数据库中 没有那些表的话 那你直接在数据库中 运行一下 它就自动生成了 这个就是Cost 它内部有一个 自动的管理 这个它的任务的 这么一个机制 叫做用JDBC来管理 所以它管理任务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任务呢 就直接存在了 一个数据库表当中 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 就行了 所以就是这一步 创建配置文件 然后第三步 执行什么呀 Circle脚本 然后创建 创建Cost的数据库 创建Cost用于 管理任务调度的数据库表 然后这个数据库表 在哪找呢 就在这个里面找就行了 然后回头的话 你要自己搭建这种 独立搭建这种项目的话 你就要知道在哪找 这位置啊 所以是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下啊 然后这个 咱们买Circle的话 是这个版本的 你把它执行一下就行了 这块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接下来下面 这个就是Cost帮你生成的表的 这个前缀是什么 是吧 我们现在这里面 前缀默认 是不是就是QR提罪啊 那有一些 这个项目当中 一个数据库当中 可能安了好几份 什么客户的这个数据库表 然后我们在前面可能还会写一些其他的什么表前缀什么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配啊 就是你在执行之前 你先把表前缀加上 加上之后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 你就把可以把表前缀给它改一下 明白吧 当然了 这是默认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个配置呢 如果你在这块配上了的话 未来它还可以支持Cost集群 是吧 你就先配上吧 是吧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面 就是什么MainSphereStraight Hold 什么超时时间吧 这个应该是啊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 这个就是配置那个Cost的那个默认的名字 然后因为在这个地方配这个InstanceName嘛 你把它再配到这块啊 它要求就这么配的 然后再接下来 下面这个是 是否延时启动 延时启动 我们是需要延时启动的 就是Cost Schedule 就是创建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延时启动它 比如说60秒之后再启动它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准备好了再启动啊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ApplicationContest 就是什么Contest Key 你就写上就行了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 启动时 什么已存在 就不用每次什么上 这就已经写好了啊 你把它配上 然后设置自动启动 然后这是自动启动 就除 明白吧 这几个选项 你都把它配上啊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Cost的 这样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的话 回头你们就从下面圆满当中摘过来就行了 嗯 这是 第二个步骤哈 酷母 然后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就咱们这个准备的 其实核心的准备的工作 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编程的工作了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编程怎么做哈 编程的话呢 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跟这之前是一样的 也是首先我们得创建一个什么呀 创建一个job 创建完了job之后 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去调用什么 就是这一堆代码去 在适当的地方我们调用这一堆代码 那在什么位置我们调用啊 那肯定是 比如说我们点击 我们新建一个任务的时候 是不是啊 新建一个任务的时候 如果我们点击 比如说这里有个启动按钮 当然我这里面就是一新建 它默认就启动啊 那也就是说在新建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保存save方法呀 就增产改查当中 你在save那个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去执行哪段代码了 哪去了 对你在save里面就 这呢啊 你在save里面 诶 哪儿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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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呢那片笔记 等下找一下啊 cars呢 这儿呢 那你在save里面 我们就想发 想方设法把这段代码 整合到我们的那个save方法当中 明白吧 就是我一保存我的一个任务日志的记录 然后就可以自动的生成一个任务的这么一个sadual 调度器 然后它就会启动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就可以在我们的系统当中执行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明白吧 所以首先 接下来我们要做几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 这个在咱们系统中已经有了啊 这个脚本就你就不用再执行了啊 嗯 数据库中已经集成了啊 你别再给我弄一遍是吧 然后接下来这个啊 这个呢是创建 是不是照不累啊 对吧 然后第二个 是不是 在 service层中 就是在我们哪个呢 在我们 这个 任务的任务管理模块的 service层中的sadual 方法中 然后启动什么呀 启动我们的 呃 呃 叫什么来着那东西 sadual是吧 这个啊 明白吧 啊 就这样的过程啊 好了 我们分析完了之后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先创建一个照不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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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